市的三河社区不仅风景相当的优美 还有像农特产相当出名 那就是酸酸甜甜的洛神花 今年为了走出三河社区自我的独特特色 特别制作推出山河海洛神礼盒 让喜爱洛神酸甜的民众 吃软糖喝果醋一次满足 更加透过这个洛神产品 深入认识三河社区 三支区的三河社区 立以三生步道作为出名 每年到了樱花季 总会有很多的旅客涌入社区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 三河社区不但风景优美 其实还有一项农特产品是相当出名 那就是酸酸甜甜的洛神花 在社区里几乎是家家户户 都会制作洛神花的秘件 为此社区还在今年 推出了三河海的洛神礼盒 让喜爱洛神酸甜的民众 吃软糖喝果醋一次满足 三河社区的友善系列 我们结合在地的洛神 因为我们开发 然后透过器座 我们也透过课程 农改厂那边老师教我们 那我们把它研发出来 就是我们最后是提供 原材料给代工厂 然后做成糯食小Q果 就是都是糯成口味的QQ软糖 然后这个是果胶软糖 法式的果胶软糖 当然我们希望它结合在地的 所以我们又制作了一个礼盒 我们以三河海为系列 我们这里礼山又礼海 旁边有一条大坑溪 所以我们叫做三河海礼盒 洛神礼盒 其实社区有许多的产品 都是农村人很会制作的腌制物 像是辣椒酱 像咸冬瓜酱煮饭料理都很搭 不过就是农村社区非常的常见 为了要展现三河社区的独特特色 特别研发出洛神花的相关产品 有法式洛神软糖 洛神苹果醋 以及洛神苹果酱 再加上文创的包装 民众自己品尝或是当伴手里送人 都相当不错 在我们希望市集这里有 或是我们透过电话 透过我们粉丝页也有po 那农业局的那个假日时光也有 优质的产品 但目前没有铺向各大的通路来上架 而是三河社区发展协会 在三生步道的希望市集 与脸书官网来贩售 三河社区也期待 透过洛神花产品的研发与贩售 能够为社区带动更多的经济收入 除了回馈社区之外 更加还能给社区的农友们一个肯定 进而促进洛神花的扩大种植 也让三河社区逐渐走出 专属于自己的特产特色 记账品和三只采访报道